一分鐘挑戰 敢不敢聽完 嗨打好 我是德芽 我是妹妹 陪你過假日 你想要出門走走 我想說下次 但天氣是真的不錯 欸 天天天天 蛤? 你為什麼在專車上流亡的歌 我要去當小哈虛時代的評審呢 你? 你這樣這樣也能去當評審 這樣專賽者是能等到什麼 我的媽媽感覺都唱得比你好聽欸 怎麼會? 我都聽四十首嘻哈歌了欸 這樣夠專業了吧 然後專業才四十首 你這樣跟有名無詞的稅務專業法官 有什麼兩樣啊? 喔 好像也是欸 我去當評審之後可能會變成兩光擂台 就像台灣的行政法院被稱為敗訴法院一樣 對啊 台灣稅務訴訟的人民勝出力有6% 遠遠低於德國的40% 就是因為我們的行政法官 多數都沒有經過稅務專業區別 對啊 所以後來納保法是有規定 要選出一批稅務專業法官啊 但那選出來的62位稅務專業法官 完全就是一批不專業的行政法官 根本就是新品裝舊舊嘛 這些稅務專業法官只要做滿 四十件稅務判決啊 或者是原本的職務表現良好 就原地變成稅務專業法官欸 哇塞 那就跟你聽著四十首席 他就想當評審一樣啊 這我感覺良好欸 好啦好啦 我不去荼毒那些參賽者了啦 那我們也希望財政部跟司法院 要依照2019年監察院的要求 要檢討改進 強調稅務法官真正的獨立性、專業性 尤其是要加強法官的付稅人權觀念 一分鐘挑戰 我們下次見